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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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看上去没精打采的 你要打起精神来 不然怎么去寻找你的家人 对 我还是应该振作起来 去实现我的理想 这就对了嘛 我给你精心安排了一场欢送会 塔塔 谢谢你 就在嘀咕大师家的树下 到时候 嘀咕大师会表演喷火节目呀 喷火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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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快走快走 你小的走得还真快 走了 你就不要再回来了 干杯 干杯 嘿 路奇 祝你一路顺风 谢谢 谢谢 希望你找到家人 干杯 谢谢 祝你早日到达熊猫山谷 谢谢你们 干杯 欢送会 筹备得很棒吧 嗯 太棒了 我可是精心准备了很久呢 塔塔 谢谢你 太 太谢谢你了 嘿嘿嘿 你早一天离开 我就早一天谢谢你了 为了预祝你早日找到熊猫山谷 让我们好好的庆祝吧 干杯 干杯 干 干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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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在乎了 路奇 路奇 这里还有呢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我真的不能再做了 哼 我是不会让你走的 Christ,果 HP 哥哥 别看啦 可比没来 这孩子应该是舍不得你走 正躲在哪儿难过呢 你先去看看吧 是不是我今天下午说话 说得太重了 就凭一个破猪筒 你就相信这是真的吗 托兵 你听我解释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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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兵 你听我说 祝我一路顺风吧 很好 托兵 托兵 不行啊 看好了 这可是特意为你表演的 真了不起 不行了不行了 没火了 看到 我 我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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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谁干的 是谁烧了我的船 是我 你疯了吗 你为什么要烧了它 为什么 这是我好不容易才做我的船 爹 你为了一根破竹筒 离开了大家 离开了自己真实的生活 小龙山谷 有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而且路途凶险无比 你根本去不了的 有的 有的 小崩山谷一定有的 是我去不了了 我的船 我的小崩山谷 可恶 脱笔这个笨蛋 我的计划船泡到了 我没有想到 你能不能跑 你不想到 你的船 哪有的 哪有的 我没有想到 你能不能够 武器夹的垃圾可真多 松果 真不想偷东西 可是偷不到东西 踏踏也会啰嗦个没完 这样下去 你怎能成为神头家族合格的继承人 就拿一个好了 你都拿去吧 送你喽 我吃 我吃 要不松果还给你 你平时不是挺喜欢吃这个的吗 今天是怎么了 陆琪 你到底是怎么了 你快说 事情是这样的 什么 你要离开小岛 好啊 陆琪 你居然不告诉我 你太过分了 这两天实在是太多事情了 我又忙着坐船 所以 好吧 那就算你离开了小岛 你知道熊猫山谷在哪吗 虽然不知道 但是 我相信 只要我去找 一定会找到的 相传 九猫山谷 是九猫们世世代代的家 那儿有青山绿水 风景独一无二 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 犹如仙境一般 那里的生活没有烦恼 有吃不惊的食物呢 世界上最美的地方 那一定没有偷窃了 但是 你会回来吗 我 你们都有自己的家人 我也想找到我的爸爸妈妈 好吧 那什么时候出发 这 我的船被托比烧了 那可是我好不容易才做好的一艘船 陆琪 不用担心 让我来帮你想办法吧 陆琪就要去仙境一样的熊猫山谷了 那里一定不会有人再偷东西了 这都学不会 怎么对得起我们神偷家族啊 要是我也能去熊猫山谷 那该多好啊 找到了 蒙家族偷窃密集 这家伙哪有这样偷东西的啊 这家伙哪有这样偷东西的啊 找到了 找到了 妹妹看什么呢 难道 终于懂得学习偷窃技巧了 学习偷窃技巧了 奇奇古怪大百科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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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定行 你 他刚才偷了什么东西出去 有了热气球 陆琪就可以去熊猫山谷了 熊猫山谷 哦 对了 那张纸 熊猫山谷的秘密 熊猫山谷中有神奇的秘宝 可以助人实现梦想 可以助人实现梦想 哦 实现梦想 熊猫山谷真的那么神奇啊 陆琪说的果然没错 神奇的力量 神奇的力量 一定能改变我们偷窃家族的命运 要是我也能去熊猫山谷就好了 不行 那哥哥怎么办呢 不飞 不要走啊 我们伟大的家族事业就坑你了 不飞 不行 我 不飞 也要去熊猫山谷 寻找最灿烂的那道红 想你天真的笑容 不飞 不飞 心 不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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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自在成长 这人 都全都随风飘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